主料,花隔离500克,主量,油2勺,盐,白砂糖,姜物大片,小葱5克,白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洗净花隔和葱姜,锅中放2勺油,油温期盛热时,放花隔下去爆炒几下,撒入葱姜末继续爆炒,加入白酒,炒至花隔开口,撒顺量盐,糖, 然后盖上锅盖用小火热三分钟,出锅前打烧起葱花即可装盘,烹饪技巧,花隔选大小比较均匀,吐过泥沙的,因为买回家后,自己是没法去泥沙的,二,要多放点姜,去腥,三,这道葱姜爆炒花隔吃的,就是原汁原味,不需要特别多的调外料,糖也可不放 四,花隔被炒后,会有水分渗出,所以不需要加水满煮,这样原汁味道更地道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谢谢大家